- 歡迎收看電玩宅蘇珮,我是主持人咖啡 逐一日跟大家報導的新名特工消息 果不其然在短時間內就在網路上造成討論 雖然官府已成定局 但後續其他備受爭議的作品也在此時被拿出討論 索尼接下來要推出的遊戲想必也面臨巨大的考驗 趕緊跟著我們腳步,一起來了解一下吧 如果有觀看我們昨天的新聞報導 應該可以大致了解兩週級下降的新名特工發生了什麼事 而就在事發後的短時間內 索尼另外兩款未上市的射擊星座 就立刻被海內外網友及媒體拿出來討論 分別是Mailzone 以及Fairgame 雖然兩顆遊戲都尚未公開發售日 但卻同樣存在著與新名特工相似的問題 首先是Mailzone 雖然在遊戲初期發布時 畫面與角色就被不少網友們看衰 甚至爆出過開發商大規模裁員 與管理值不正當行為的醜聞 但新總監上位後,似乎有漸漸好轉的情況 而Fairgame 似乎就沒有這麼樂觀了 直2023年5月公開後 至今都沒有任何新的情報 影片還在YT頻道有著超高的導戰 甚至遠比Mailzone還要更不受到青睞 近日索尼總裁時事預述就曾在莊坊中表示 歌師必須注重創造自己的新IP 算有著戰神、地平線等受歡迎的作品能夠鞏固受眾 但如果不從零開始開發新遊戲 就無法獲得足夠的利潤 但這樣的風險 不免就是會創造出當今新名特工這樣的情況 不過樂觀一點來說 這次失敗說不定也能使索尼在日後的開發 與行銷中加以警惕 我們就期待日後他們能夠再創造出更好的遊戲 讓我們玩家們都開開心心吧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